于女士说当天她要到杭州四季青的九天南庄潮牌基地 因为路不是很远就骑了一辆共享单车过去 我把这个共享单车停在这里 然后保安人员告诉我说这里不能停车 我说这里是停车的地方 我说我不停在这里停在哪里 我说如果说不能停车 你就给我一个名文标准 我这里本来就是停车的地方 就这样发生争执 然后她后面就骂我 于女士提供了照片 她说当时自己把车停在市场大门两边的步行道上 这里用白线画了停车区域 她认为自己并没有乱停乱放 在现场记者看到停车区域有一张温馨提示 写着非本市场车辆禁止停放 这边的话有那个位置的 我们对这边都提醒的 然后在个港庆的位置统一停放 统一停放 不然的话这个共享站这哪地方都有 没有自询 保安的话提醒他们 他如果不移的话 人走掉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移到指定的位置去 这位男队长表示 为了方便管理市场门口两侧的停车区域 只供内部车辆停放 共享单车要停到对面的指定区域 至于当天市场保安在劝阻时 有没有言语过激的情况他不太清楚 采访时当时保安没有上班 拨打手机也无法接通 余女士说如果当时保安好好说明情况 他也会配合挪走车子 但是保安跟还有一名人员 两人态度都不太友好 他就很生气 他们有个类包就过来 就是跟我们吵架来了 所以然后我朋友的朋友 他们就发生了争执 就挑衅 然后就打架打起来了 就是旁边说了一句 给他提醒一下 这里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停不了 他不舒服了 按照男队长的说法 余女士所说的内保 并不是市场的工作人员 只是路人发表个人意见 不过记者按调解协议书上的联系方式 拨打这位所谓路人的电话 对方的采灵是 你好 这里是浙江九天控股集团 集团拥有九天国际服装城 他乱惊乱发 那我们市场作为市场方 我们肯定有 我们是自己市场的规 这种管理的制度呀 孙先生表示 自己是市场方面 负责管理的工作人员 当天他也在争执中受伤了 事后经过杭州彩和派出所调解 余女士赔偿了500块钱 不过余女士还是觉得 市场方面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 态度很有问题 希望对方道歉 经过一番沟通 最后保安队长代替当事保安 向余女士道了歉 优劳恒剑 记者报道 优劳恒剑